那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灾害 其中有一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于我们过度的砍伐这个森林 现在森林的一个地检的一个情况 非常非常严重 有人是预估到在这个世纪中的时候 全球的热带雨林可能都会消失 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是消失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到 这个我们的生存空间可能都会没有了 因为温度它的上升 它不是只有一度 现在目前的一度的一个状况 它可能会变成是三度以上的一种情形 你说真的温度已经升到了两度以后 差不多30%沿海的地方都都淹没了 那30%的一些动植物也都绝种了 所以这个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环境的一个变迁 对我们人所有的地球的一个存续 有绝对的一个影响 那刚刚讲到森林的话 它还只有说是在整个全球气候变迁 在释放二氧化碳的一个量上来讲的话 它是占了25%的一个分量 那75%的话是牵涉到的是我们的一些石油 这些燃料方面的一些使用 所以第一 当然我们就要尽量的来造林 要直林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地球的一个灾害 能够居于减少这是第一方面 这个第二方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耕种啊 一定现在目前呢 大家看到全世界各地啊 都是过度在使用一些化学肥料 那化学肥料一使用下去以后 它短期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粮食作物 它的一个增产的一个效果 但是长期来讲的话 它的效果它会递减 这是一个事实一个现象 但是如果讲到对环境这个冲击来讲的话 那像比如说化学肥料 我们尤其使用的一些氮肥 氮肥使用下去以后 它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是你所添加下去的二氧 这个氮肥的量的三倍 那是2.97倍 所以我们在耕种方面呢 我们就要尽量的避免使用化学肥料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善加利用 我们存在在自然界里面的一些 自然的一些资源 把我们自然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变成是能够让这个生物 在作物的一个生产过程里面 这个一直循环不息的一个 一个植物生长所需要的一些 营养的一个元素 这是第二方面 那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温室气体就是甲碗 那甲碗的一个主要的产生 是来自于我们畜牧 来自于畜牧业 所以我刚才也特别的孵越到 看看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这个饮食习惯 我们不是说是不能够吃肉 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大鱼大肉的来吃 尤其我比较反对 就是说是要吃到饱 吃到饱 我们吃了很多 我们真正讲的话 不是那么需要的一些营养和热量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减少我们的食用 减少到适合我们正常生长 生长发育的一个量 而且我们尽量的看看 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不要再使用那么多的一些肉类 如果这样子的话 可以释放出很多的土地 让我们来生产一些粮食作物 而不是去生产一些牧草 去喂牛 喂羊 喂鸡的这些粮食作物 从农业的改进上面去改变我们的饮食的习惯 对